后台有位网友留言说 25000的预算能买什么车 今天就让我 sorry sorry 就让我小明为大家介绍 省油省钱 省心 又还可以借论的这个二手CD卡好了 第一辆自然是这个 也就是Predora Axia了 如果你只是要买来在这个市区普通代步而已的话啦 这辆车自然是首选的 目前市场上的这个二手AXIA 价格大概是从一个20000令吉起跳啦 年份是2014年起 当然这个越新的话就越贵啦 那如果你会开首排车的话那就更加好 因为这个首排版的AXIA只要15000令吉就能买到了 那在这里我们也为大家列出了它的这个车价还有它的这个工期 我们就以一个10%头期然后 3.5%的这个利率来做一个例子的话呢 它的工期大概会是这样子 这个工期呢是我们以一个6年的工期来做例子啦 原因是因为呢在我向这个二手车行的朋友了解过后 他们告诉我这个二手车呢 我这个国产品牌的话他们是有一个12年的期限的 也就是说假如你今天 选购的是一辆6年车龄的车子的话呢 那你最多就只能借一个6年的loan 当然如果你买新一点可能 三四年的这个车的话就能借7年啦 这样子算以此类推 所以从旁边这个列表我们可以看到啦 大概如果是6年又或者是你买新一点的可以借7年的loan的话呢 平均这个阿西亚欧多的这个每个月的工期都是在300令吉左右 至于手牌版本呢则是一个200多令吉 算是相当的负担得起的一个价格 而在这个insurance 方面呢 根据我们以这个2万令吉的阿西亚来做例子的话呢 它的这个保险的价格大概是700多一年 至于这个manual 版本呢也是 大概要600多左右 Rotex 方面因为它是这个1.0L 少过1000cc 的关系呢 所以它的Rotex 只需要20块 不过既然是买这个二手车 那保养方面自然是一个重点的 在这里我也为大家列出这个阿西亚的一些保养 还有这个零件的价格啦 那主要是购买二手车需要注意的一些部分 不过其实这台车啊 它的这个构造简单 就和我那天讲这个Veza新车保养一样 它其实是没有什么东西好烦的 只不过当你买一台二手车的时候 可能一些像是车脚啊 又或者是这些 毛钉啊这些就需要留意了 因为有一定的年龄了 所以大家从这个价格列表可以看到啦 其实这台车 它无论是普通Service 或者是这些油油水水 甚至是这个Lowarm Absorber 还有刹车皮啊这些零件呢 都还不算太贵 大概都是百多两百多令吉左右 以一台车来讲 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的便宜了 不过呢因为有不少这个Grad driver 就是买这个阿西亚 还有Bezza 来做这个他们的 找吃工具 也因此如果你要买一台二手的阿西亚 或者Bezza的话呢 我个人是建议 多留意这个车况 那大家如果想知道这台车的这个详细保养啊 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白点 参考我之前做的这个关于Bezza的保养影片 在里面呢它就会介绍到比较详细一点 啊 第二辆 自然是要介绍这辆啦 我国的这个 国产Supercar Trudor Myvi 了 那是呢在这里我要介绍的是这个第二代的 Myvi 啦 也就是所谓的 Myvi Luggy Best 它的年份大概是介于2012到2014年左右 价格介于 2万到2万5千令吉之间 当然 同样的如果你会开手牌的话呢 这个手牌版的 Myvi Luggy Best 也是更加的便宜 大概在一个 1万8千令吉左右 就能买到了 同样的在工期方面呢 那因为这台车也是车龄蛮高了 所以我们同样的是一个10%的头期 3.5%的利率 以及6年的工期来计算的话呢 这台车啦每个月的工期大概是这样子 也是300多到400左右啦 而在保险方面呢 这台车每年的保费啦 大概是介于700多到800令吉之间 至于在保养的部分呢 这个Myvi 同样也是主打容易保养 因此大家从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保养费用啦其实也不是很高 普通换黑油啊 牙油啊都是百多两百多块 的事情 那在消耗品部分呢 好像这些刹车片啊 Absorber 这些也是百多两百多块的东西 而且重点是它的这个Mounting 竟然是比AXIA还要便宜 AXIA刚才是900多到1200嘛 那这个Myvi 它的这个Mounting 原装的都只需要600到700而已 如果你换这个OEM的话呢 是400多500多就可以搞定的东西 当然在这里我个人是推荐 换原装的这个Mounting会比较好啦 会比较耐用一点 那如果今天买这台车啊 你是比较常跑远途又或者是Ballet Kampong 的话呢 那我个人在国产品牌里面呢 会比较推荐 这个品牌 没有错 就是Proton的 那我要介绍的Proton呢 是这个二手的 Saga 以及Irix 1.3 我会介绍这两台车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相比起 Perdua啦 这两台车 跑高速的时候相对会比较稳定一些 比较适合跑长途 那我就先说一说这个Saga 25000令吉以下能够买到的Saga 分别是Saga FLX 以及这个Saga 2016 那Saga FLX 它比较旧 也比较便宜一点 价格大概一万多令吉就能买到了 最贵的也大概才21000令吉左右 至于这个比较新的2016 Saga呢 价格大概是近于23000到25000令吉之间 在这里我又为大家做出这个列表 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每个月的工期 还有它的汽车保险的费用 大概是多少钱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在工期的方面呢 其实这个差别是蛮大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车价其实都 差距是蛮多的 最贵的都要一个300多左右 那值得留意的是这个例子 以这个Saga 2016 年纪 其实是一个7年的工期 至于FLX 因为车龄比较高 所以都是以6年的这个工期来做例子 而在保养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从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了 Saga 它在这一方面呢 它的整体的这个费用和 Myvi 相差并不太多 只有一个 那就是它的这个 CVT 有 这一方面它就真的是贵蛮多了 就算你在外面做的话呢 都要一个300多令吉左右 这个相比起 Myvi 的百多块 是差不多接近多了一倍啦 至于其他的部分呢 好像呢 消耗品呢 其实我们从这个列表大概可以看到了 都是 百多块到200多的一个东西 还有 Mounting 方面呢 也是和 Myvi 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我就说一说这个 Iris 1.3 我为什么会介绍 1.3 而不是 1.6 呢 其实它们车价都差不多 你两万多令吉也是可以买到 1.6 的 Iris 但是我个人推荐 1.3 的版本主要是因为 1.3 的这个版本呢 会比较省油一点 也比较符合今天的这个主题 在这里我也为大家列出这个列表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一台车 2014 到 2016 年 当然如果你买到这个 2016 年的车呢 你就能够接 7 年的 Loan 所以 工期方面呢 每个月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数目 而在保险的部分呢 大概都是 700 多到 900 多令吉之间 这个相比起 Axia 的话会高出不少啦 而在保养部分呢 Iris 其实也 还算是一台小车啦 所以它的这个轮胎啊 brake 皮这些呢 其实都是和 Myvi Axia 还有这个 Saga 相差不大的 同样的 因为它也是使用这个 Punch CVT 的关系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它和 Saga 一样 费用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大概就是 300 多到 400 多的一个等级啦 至于在 Engine Mounting 的部分呢 这个 Iris X 1.3 它在这一个部件的价格啦 大概是借于 800 多到 900 多之间 而 Lower Arm 方面呢 也是大概两三百一件 注意哦 是一件哦 不是一对哦 是一件的一个价钱 这个方面其实和刚才我介绍的那几款车 都是相差不大的 嗯 你可能会问 这么小明一直在介绍国产车 有没有非国产的 有的 接下来我要介绍这辆 就是日本车了 Nissan Almera 25,000 令吉以下 你能够买到 2012 到 2013 年的这个 Almera ML 也就是 Pre Facelift 之前的这个版本啦 那价格呢大概是借于 23,000 到 26,000 令吉左右 不过我必须提一下的是 这个价钱呢是 Selling Price 啦 也就是二手车商开出的这个价格 如果包括上路过后呢 可能还会加多一个两三千 加上一些二手车商还有 所谓的 Processing Fe 啦 这一切呢都是以这个 二手车商方面为做准 这个价格只是供一个参考 而因为这个 Almera 它是外国品牌 在外国品牌的这个二手车方面呢 刚才我所说的这个 贷款的这个期限啊 是拉长到一个 15 年的 所以这一台车啊 虽然它的这个车离已经是 7、8 年 但是它还是可以接到一个 7 年的 Loan 在这边我就列出这个 7 年 Loan 之下 同样是 10% 头期 还有这个 3.5% 的利率之下呢 它的供期是多少钱 啊大概就是借一个 300 多左右啦 而 Roadtex 方面呢因为这台车是 1.5L 的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 90 块的 Roadtex 而在汽车保险部分呢也是一个 8-900 多块之间啦 主要是因为这个车价都还是在 25,000 令吉的这个 Ridge啦 所以 汽车保险的费用 大概也是这样 不过呢 如果你不想开国产车啊 这一方面 保养的部分呢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了 这一台车在保养方面呢 相比起刚才前面那几款车 会稍微高了一点 大家从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啦 单单轮胎方面呢 它使用的是 185 65 R15 的这个尺寸 价格方面呢大概一条 都要 200 到 240 之间 相比起刚才的这些 AXIA 啊 Myvi 啊 还有 Iris 啊 Saga 这些 是贵上 蛮多一下的 至于在黑油还有牙油部分呢 它其实不会太高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刹车皮啊 Absorber 啊 还有这个 Engine Mounting 这些呢 都是比刚才这几个 国产品牌还要稍微高一点的 尤其是它的这个 Engine Mounting 呢 已经是和这个 AXIA 是接近了 就是接近 1000 左右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Lower Arm 方面呢 这一台车 Lower Arm 前面一对呢 原装的包装到来都要 700 多块 这一个方面 相比起刚才的 Proton 还有 Prudua 是高出蛮多一下的 唯一和这个国产一样的呢 就是这个黑油还有牙油方面 黑油同样是百多 200 块 主要是看你选用什么品牌的这个黑油 而牙油方面因为它是使用这个 四速的自排 所以它使用的是 ATF 牙油 这一方面呢 它反而是比 Iris 还有 Saga 还要便宜哦 你觉得 Almera 长这个样子 太过 boring 开起来又没有乐趣 想知道这个价钱 可以不可以买到一些比较好玩的车 有的 这个价格呢 你能够考虑这台车 没有错就是这个 第二代的 Suzuki Swift 了 在 RM25,000 以下呢 你能够找到的是这个 2011 年的二手 Suzuki Swift 那价格方面呢 大概是介于 RM22,000 到 RM25,000 之间 那这个价格其实是 ON THE ROAD 的一个价格 就是我已经 大概加一个几千块给你了 工期方面呢 同样的因为它已经是车龄蛮高了 所以 我就以一个 6 年的这个工期来做标准好了 工期方面每个月是 300 多块令吉 而之前我介绍的那几款车其实都是相差不大的 至于保险的部分呢也是差不多一样啦 大家从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啦 那在保险的部分呢我先讲它的这个黑油 还有它的这个牙油 牙油它因为它是使用这个字牌 所以是 ATF 油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方面也不会太高 大概就是 百多到 200 多块之间啦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这个牙油 它的这个容量为 3L 至于黑油方面呢同样的也是看你选择的这个品牌 还有你选择的这个 grade啦 价格也是介于一个 百多到 200 多之间好一点就可能 300 左右啦 但是这台车啊 它其它的消耗品的部分呢在 Spare Part 方面可能就会比较难找一点点 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其实也不会太难找 而且价格方面呢重点是它不会差太多 好像这个 Engine Mounting 为例子啦 它的这个价格啊原装的也是大概 900 到 1000 就能买到了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和刚才的 Nissan 啊 甚至是这个 Peridua 相比 其实它也不会差太多 然后从这个列表我们可以看到啦 还有它的 Brake 皮啊 Absorber 方面也是大概相差不大 只不过这台车 唯一必须要担忧的就是它的这个车龄会稍微高了一点 已经是 9 年的一个车龄啦 所以 如果你真的是要买的话呢 你可能在看车的时候就要需要留意一点 最主要是注意它的这个车身状况 有没有大撞过 有没有 accident 过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动力组合 有没有漏油啊或者是有过什么黑历史 这一些 这一点呢你就真的是比较需要留意了 那以上就是我小明为大家所 推荐的这个五款 25000 令吉以下能够买到的这个二手城市小车啦 那还有一点的就是 你买的这个是二手车 是有历史的车 所以在你选车买车的时候呢 请务必 小心的检查这个车况 也避免买到有问题的车子 还有一点就是当你选购这个车龄比较高的二手车的时候呢 我觉得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 准备多一笔钱来做这个 维修费用的准备 就好比你买这个 2014 年的 AXIA 和你买2011 年的这个 九年车龄的 Suzuki Swift 这两者相比起来的后者 所需要的这个维修费用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啦 在这方面我个人是假如你真的是买这个 2011 年的 Suzuki Swift 的话呢 我个人是推荐你最好是准备多一笔两三千块 最少来做这个维修的 Standby 用途 假如你买的是这个 2014 年的 AXIA 那可能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么多啦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这回为大家所推荐的这五款 City Car 如何呢 又或者是你觉得在这个价刊之下呢 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建议我们 那这一期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下一回我可能会为大家介绍 25000 令吉以下能够买到什么样的一个家庭车 不知道你们期待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哦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呢 也记得不要忘记不要吝啬 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